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拿了一袋子去 你想干嘛呀 我过来 孙宝 你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不要让你去打牌 不要让你去打牌 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那个 孙宝 你既然都知道我是去打牌了 你就别拦着我了 你让我再去最后一次行不行 少给我说废话 哪一次你不说最后一次啊 结果你改了吗 你放心 这次绝对是最后一次 我发誓 以后再也不打牌了 我才不会相信你呢 我告诉你 今天啊 我哪也不去 就在这里盯着你 不让你去打牌 陶导 你说说你 你怎么能染上打牌这个坏宝兵呢 而且 还这么上瘾 孙宝 你也知道 我今天在家闲着没事 那我不打牌 你让我干什么呀 再说了 我们只是随便玩玩 随便玩玩 这是随便玩玩 你这属于赌博你知道吗 打到牌咱那么多钱 你呀 不是闲着没事干吗 去做家务 家务 我都做一遍了 还有什么好做的呀 做什么家务了 你看这桌子上乱的 你看到地上庄的 犯过了吗 天天在家什么也不干 就想着打牌 快点去啊 行行行 我知道了 你别生气 我现在就去干 正宝 怎么了 咱们家 没盐了 我出去买点盐 没盐了 那行 走吧 我陪你一起 不用 一点盐而已 我自己可以的 你就在家歇着吧 唐唐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了 是不是想注意打牌啊 没有 绝对没有 怎么可能呢 你不是跟我说让我借打牌吗 我也很努力的再借了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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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喂 喂 偷偷 怎么回事 这不是三个夜 到那里了 我今天出不去 那个 改改改改天 行行行过了 那个 这么啊 你就让我出去买盐吧 行了 你啊 就别再演戏了 买盐是吧 行 我跟你一起去上市 我看你买盐 还是去打牌 走啊 行了 不买了 我去做饭 哼 我告诉你 别想着出门去打牌 好好做家务 站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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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叔叔你拿了什么 啊 银行卡 你拿银行卡干什么 不是 那个 我妈找我 想找我借点钱 说谎 说谎 没有 这是真的 咱妈找你借钱是吧 走 我现在给你妈打电话 走 是什么 那个 别给我妈打电话了 我妈跟我说 她说 别再编了 你啊 就是拿这个钱去打牌呢 行 今天让你打 看我不摔着你 不是 这么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其实今天去 不是去打牌的 是前段时间 我打牌 欠了别人的钱 我这次是去还钱的 好啊你黄涛涛 你现在竟然敢欠别人的钱了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签名是多少钱 欠了有 有五万 行 黄涛涛涛 我告诉你 赶快把这个钱还给别人 这是最后一次 以后 你要是再敢打牌 手给你剁了 行 我知道了 我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 我把钱还了 我就不打牌了 干嘛去啊 哎 这个黄涛涛 真气死我了 来啦来啦谁啊 黄涛涛涛 你是谁啊 哎 不是 你怎么来我家了 我问你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花 不是 那个 不是 别骂我 陶道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问他呀 打牌欠了我的钱 到现在都没有花 陶道 前两天 我不是要拿着银行卡 去还钱了吗 这尊宝还没还呀 钱呢 尊宝 我前两天 是打算 去还钱来着 可是 那个钱 也不够啊 我就想着 我 我去打牌 去翻本 翻了本 我再还钱 结果 结果又输了 什么 黄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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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气死我算了 行了 你俩 别一唱一歌了 想怎么吵怎么吵 我的钱赶紧还给我 那个 陶道 欠你多少钱呀 欠我二十万 什么时候还给我 快一点 什么 二十万 那个 你要不要这样吧 二十万不是一笔小数 你还我一段时间 让我去凑钱 一个月 一个月 我肯定把钱还给你 一个月太长了 我告诉你 刚才我们说的话 我已经路上了 我就给你两个星期 如果两个星期 不把钱还给我 我们就法院见 别 行 两个星期 就两个星期 到时候 我肯定把钱还给你 孙宝 这可是二十万呢 这两个星期 怎么可能 怎么 怎么可能 凑了那么多钱 你还知道说呢 还不都是因为你啊 好啊你黄豆 在外面欠了二十多万 你是怎么想的呀 早就跟你说 不要打牌 不要打牌 你非要打 现在 还染上了牌影 外面欠了这么多钱 我看你啊 迟早要把我们家给败过 孙宝 我真的不敢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打牌了 你干什么去啊 干什么凑钱 来了来了 谁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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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吗 那个确实有事要告诉你 尊宝他 尊宝他怎么了 哎对了你回来了 尊宝呢他怎么没回来呀 尊宝他 他回不来了 什么意思啊 什么是回不来了 尊宝呢 前天在工厅干活的时候 从十楼上的架子上摔了下来 你说什么 尊宝从十楼摔下来了 不不可能 尊宝他现在人怎么样 他在哪儿 嫂子你别激动 既然顺便 什么都怪我 要不是我尊宝也不会出去干活 都怪我 嫂子你们家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为什么他那么拼命的去干活 每天都要加班 都怪我 是我染上了盘 外面签了 好多外债 尊宝是为了替我还赌债 他才这么拼命呢 都怪我 要是我不染上盘 也不会欠债 也不会欠债 尊宝就不会出去打工了 嫂子 你只要顺便 这个 他的赔偿款 有捕是吗 拿着吧 我 我不要 孙马都走了 我要这个家有什么用啊 你一定是骗我的是不是 孙马他没有死 你快告诉我呀 其然顺便 旁人已经不在了 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啊 孙马 我错了 我以后我再也不打开了 你赶紧回来吧 你赶紧回来吧